聖傑 你在剛剛開始 怎麼對待柯文哲 他也是剛剛當選的時候 你有沒有給他一段時間觀察 看看他接下來能做什麼事情 還是從第一天開始 你就跟他們一樣 都帶著刷西米刀去質詢 其實我不只是我們所有 台北市議員觀察他 觀察了三個月 因為12月25號就職之後 一直到4月9號才正式開議 所以觀察他三個月 其實我對柯文哲 一開始也是有期許 就像我現在期許韓國瑜一樣 即便他政治立場跟我對立 我認為韓國瑜跟柯文哲 當初四年前一上任的時候 其實一樣 所以要我 我一樣 會送他一件東西 如果我是高雄市議員 柯文哲到議會 到台北市議會 我送他的第一件東西 我對他有期許 我送他一個本機跟一根湯匙 我是跟柯文哲建議說 市長 為政不再多言 應該要多做少說 說到做到 不要做沒湯匙 說到整本機 所以我送他一個本機 一根湯匙 讓他放在市長室 讓他好好每天對著這個 不要去犯這個錯誤 後來又過了兩個月 因為一開始他上任 你又呱呱叫講了三個多月 結果沒做到什麼 都一直講一直講 再來又過兩個月總質詢的時候 他同樣那個老毛病 甚至還搭隊還對梅皮抱怨 他說他每天八點不到就出門 有時候晚上累到十點才回家 所以我第二次他來的時候 我就送他一支撩壁 抓癢去 我就跟他講 市長 市政資源有限 推動市政就像抓癢一樣 要抓到癢處 你不要中的不壁 沒有中的壁到垂樓垂底 所以我送他這兩樣的東西 其實都有很大的意義 而且對他是集訓 我認為韓國瑜現在在高雄 類似犯了這樣子的一個毛病 就是說講得太多 那不是說講不好 問題是說 你現在再來要面對的是 每天市民的柴米油鹽醬醋茶 高雄的產業不只是觀光 觀光產業佔 總極量佔不到5% 另外我們還有很多產業 很多要去從事 你政府要帶頭的 包括硬體建設 交通工程建設 包括軟體的教育等等 這些你韓市長 你都必須拿出硬體值的功夫 我舉例 他可能還沒有經過深思熟慮 因為在我的看法是這樣 他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一些政策 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 韓國瑜當初去選高雄市長 他準備不到半年 所以我知道他是 我六個字講 先上車後補票 好啦 那你上了車要補票 你需要一段時間做我們接受 所以我是希望 比方說我舉一個具體例子 他現在上任不到一個月 他說這個輕軌他要停建 我跟韓市長提醒他就是說 第一點 輕軌建設不是為任何人做的 當初陳菊市長 也花費很多市政的資源預算 下去請專業下去評估 那麼有去專業評估 這個評估不只一次 評估完以後 再評估之後 再第三度評估是送給中央交通部 所以交通部也是一再反覆的 審酌評估之後才決定 所以輕軌才下去做 現在做了一半 所以當你要反對這個可以 可是你也要有詳細 是不是你也有相對應 也有相當的評估 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你應該英文繞得很多 Over my 支持韓國瑜的雙語教育 對 我做幾句 你身體力行支持中央教育 我對韓市長 我嘴巴批評到我心裡某個程度 我還是支持他的 不是 司機委你講 我意思就是說 他要有相當的理解 要不然你要推翻的這個是 人家多少專家 也花了市政資源 也花了中央資源 下去分析 第三點 韓國瑜他的講法是說 那為什麼輕軌不好 他說捷運高雄市 你現在使用的交通習慣 是自小客或者機車 現在問題這就是雞生蛋 還是蛋生雞的問題 大眾運輸之所以不普及在高雄 是因為政府沒有把大眾運輸 大量的去做好 台北市的捷運 第一條木炸線民國84年 陳水扁推動的第一條 剛通行的時候 載客量非常低 個位數字幾萬人 可是當實質路行淡水線出來了 甚至雙實質成型 台北市現在一天 兩百萬人次通行 如果台北市沒有捷運 現在一天消化兩百萬人次的交通量 台北市現在會篩得大概 比泰國的曼谷還要嚴重 所以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 先不見大眾運輸 還是說先有醞釀車來做 這個韓市長 你不要把過去謝長廷 陳菊的一些努力 一些奉獻 只因為政黨屬性不同 只因為政治立場不同 不要把他們種種的貢獻 作為把他抹滅掉 剛剛事先分享了 這個跟柯文哲第一次 我補充一下 其實韓國瑜市長他現在 他有很清楚的表示說 他要暫停輕軌二級 並不是因為他說只是純粹 高雄市的公共運輸的運量不足 而是主要是沿線居民的大聲反彈 第一點 這個聲音 難道陳菊當市長沒有聽到嗎 當時已經有了 我在議會 還是我一個發起人 我們希望要求擴大民眾的參與 來決定要不要興建 但是我們被陳菊的網軍 到處的攻擊 所以這個你要先清楚 所以他不是因為運量低 第二點 高雄的運量會低 民進黨執政20年 為什麼公共運輸的運量那麼低 陳菊要先檢討 所以我要先補充的是 韓國瑜他的二級 他所要暫停是希望 取得元宣民眾他的同意 廣聽民意之後 他再來決定要見不見 我覺得我要是要幫你補充 韓國瑜才剛剛當選沒有多久 所以這個時候對韓國瑜 做出全面的圍剿 民進黨的這些議員 坦白說不會給民進黨加分 他們如果能夠給韓國瑜一些時間 看看韓國瑜能不能夠落實他的政見 看看韓國瑜完成他政策的績效如何 再提出批評或者是質疑 恐怕對民進黨來說才有加分的可能 所以在這個時候 當然用各式各樣的造勢 各式各樣的取巧 或者是用各式各樣的噱頭 甚至拿出各種道具 我相信都可以預期的 這些人只不過想藉著打韓來加分 為了自己加分 但是並沒有辦法為民進黨加分 我們當過民意代表很久 所以我們很清楚 為自己加分跟為政黨加分 有的時候未必能夠畫上等號 打韓國瑜打得重 也許對這些並不是單一選區 選出來的議員來說 可以得到他們的傳統的選票 同溫層的選票 或者是基本教育派的選票 所以當然在未來的質詢過程當中 我們都可以預期到高雄市議會 一定是一個精彩可奇的 這個市政答詢的過程 只不過是如果我今天是民進黨的高層 我會希望我的市議員 能夠有比較有質感的表現方式 因為顯然這些表現方式 對民進黨來說 尤其是對即將面對2020 民進黨中央政權的保衛戰來說 絕對不是一個有建設性的工作 所以希望他們的質詢 能夠有質感一點 不要摧毀韓國瑜市政府的質感嗎 尤其是這個時候這些質詢 如果正當性不夠 只是為了表達力道 只是為了表達自己很勇敢 甚至有太過於激情的演出 作用力有多大 反作用力就有多大 所以這些攻擊 這些批評 這些質疑 或者是這些不合邏輯的質詢 最後只是幫韓國瑜加分 只是增加了韓國瑜的能量 讓韓國瑜再次的成為 全台灣大家舉足輕重 萬眾矚目的藍軍的第一把手 所以當然在國民黨的角度 我是很樂見民進黨的議員 盡情的揮灑跟表現 但是就政黨良性競爭的角度來看 我當然還是要善意的 勸告他們一下 不要為了自己出風頭 不要為了自己這個博美光燈 去毀掉了你自己的民進黨 你跟賴清德第一次 你不可以娶娶婦 你叫我們一個共同好朋友載你來 因為我不知道你會跟我說什麼 有一個好朋友 我娶一個好朋友 你娶一個好朋友 我們全都熟悉的 但是他讓我認為說他起碼在這個部門是靜靈君主 我們台南市 你在看 你有什麼問題 建議 我說 你今天的報告 在警察局做一個國議說 什麼行政中心 台南市跟台南館兩個行政中心都流 連流 把警察局 移去台南館 新贏 結果收長是在 台南市上班 我說現在民眾 民眾 定情 控制的事件這麼嚴重 你為什麼 把警察局 移去 民眾 定情 控制 是在市長 這不符合這個很嚴重 而且警察局 局長剛才有總統要來 新贏到市場要50分 這就說 這是他做市長要不要糾結 所做的第一個國議 所以不可以改變 這樣你就知道他有什麼提供 過激 過激的生殖院就很好 我說這樣我有你一年的時間 去平國這個行政中心 你知道這樣一年台南市要多幾年 八年就要多幾年 每一次你只用遊覽車 在這裡先讓人回到下班上班 這不要再說公文 王鳳 但這對到不對 後面沒有去檢討 當時都要第一 討論 第二 你看我們台南市 土地整個月 你有什麼見解 你沾對中月 有什麼看法 你就已經去問好了 你準備輕輕公班 輸班的都沒有事 我說很簡單 公班來投資 政府甘願投資 把清水的環境用來 如果這個中月 創造他的家 對市政財政的收益有幫忙 這好 但是台南有很多鎮腳沒發電 那個三到六顆肉脹地 你政府導致就一定了解 你什麼民主那些人生 你不可能都把握資不可以輸班 所以輸班你要讓他們可以輸 改變其用 公班你要做登記的幾個 剛才兩個這樣說了 我要讓他一年的機會去做 現在他糟糕我糟糕 沒多久 搬問便宜火箱十四十三個 他去看中山的 不去看失望 我說你怎麼會這樣 失望的人 那家修那樣畢竟 那火箱你說 那屬立那個中央的 嗯 屬立便宜是中央的但是怎麼樣 消防是你市政府管的 不然你是怎麼要去看中山 因為失望的人 加速很憤怒 看到市長來的憤怒 憤怒會撩 會撩 會空氣 怕逃避就很難看 這樣他是在縮著他的行程 所以我從那個開始 我一個一個十三個家庭 一個人三十萬塊給他尾門 我以為我跟他尾門 我說你尾門這件事 我一個一個十三個家庭 要倒閉 他沒有人發失禮 你一定要公開倒閉 結果兩個總管理 從這庭開始 就開始在建西洋娜 尾門的屁面 他倒閉 你的友情是因為這件事情 決裂了 倒閉 這就是頭一庭 畢竟他公開倒閉 他覺得我們兩個不是很好 當然他自己以為他的公法 這就是說軍主不太高 輸大夫不太高對不對 過去好朋友 但是公眾事務就要是一公論公 這樣不太是 所以我也是認為說 他在抄襲 國中有很多方面是不錯 但是這個過節 所以你說做行政 一定做到這樣 跟副總統沒錢沒錢 你就再加後面 留這幾個月 讓他掛著掛著不舒服 現在不是反正 要回到台南支援樓 所以很服氣 他的人生在台灣裡面 民進黨 他算做力量不錯 訓練不錯 組織也不錯 如果要比民進黨吉他那些 民鄉 爸爸那些 福伯西雄 他坦白說老兄就是不錯 如果白白要交我還是交他 負責金了 只要做朋友大家比較困難 對不對 林佳龍現在恐怕要 凌駕在盧秀燕之上 他那個發言其實看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說三首線不管你盧秀燕要不要蓋 我林佳龍就是要把他蓋完 因為我現在是交通部部長 我說了算這樣子 而且你地方如果要反對 你必須把你反對的理由 經過我的審查 提出具體的報告 我說可以才可以 所以之前大家就在看說 林佳龍好歹當過台中市市長吧 如果論政治資歷 他跟陳其邁比起來 怎麼會只是他去當一個 交通部部長 會不會太委屈他了 他至少也應該是院長成績了吧 再往上升一級 結果竟然只當一個交通部部長 現在就越看越明了 當然他這一個交通部部長的任命 是有高度的政治意涵在裡面的 第一個他要去管 大台中的整個交通建設 因為那個是從他手上 他去跟中央申請 而且是硬要下來的 大家別忘記了 賀成旦在擔任交通部部長的時候 對於林佳龍的三首線 他是有意見的 他是持保留意見的 但是最後是賀成旦走人 所以他這一個三首線 後來也通過了 但是你真的看了這一張圖 台中的三首線 我們把台中的三首線 跟東京的三首線來比一比 你看他所經過的區域範圍 你真的認為會有一個台中人 他搭的路線會是這樣 就是環一圈 繞一大圈 對 而且他繞這一圈是非常大圈 而且他經過的 都不是很繁華的地方 他跟人家東京所規劃的三首線 每一個都是幾十萬以上的 大的人口區 然後非常密集的 交通非常密集的 然後使用效率非常高的 那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只能說 林佳龍他的三首線是為了蓋而蓋 所以他非常的堅持 這件事情也會變成是 盧秀燕的挑戰 因為你所有的交通建設 也不是地方首長說了算 交通部扮演一個非常關鍵的位置 所以今天林佳龍 如果是要強壓盧秀燕 在交通建設上面的話 他是有這樣的一個資源 畢竟他還是是中央 但是我覺得如果民進黨 硬是要這樣子做的話 那未免做得太難看了 因為林佳龍選後敗選之後 他一度還是展現一個 還會跟沙利有沒有一起 就是直播入境 就展現他要比較溫暖的那一面 比較討喜的那一面 但是如果他一回到交通部部長 他的強勢馬上上升 然後是要強壓一個地方首長 我覺得這個處理出來 外界也都會看得懂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應該要聽 我覺得其實在怎麼樣中央部會首長 你還是得要尊重 現在最新的民意 就是台中市市長盧秀燕 盧秀燕已經講了 就是說台中最優先迫切的是捷運 大家知道大家如果去台中 台中現在的塞車問題 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而解決台中塞車的問題 不是三手線 而在台中的捷運 所以盧秀燕定調的是說 捷運應該是要悠閒 因為他是當務之警 三手線顯得沒有那麼的優先 所以我認為林佳龍不要太顧著 就是說如果最新的民意 已經選擇了盧秀燕 請你尊重現任的市長 他對於當地的交通的一個優先順序的規劃 更何況他出身台中 他應該是要極力來協助盧秀燕 可以完成台中的一些交通建設 這才能展現他的大度 他不是要展現他的氣度跟高度嗎 未來還想當中華民國的總統 大家都知道他有總統夢 所以這件事情是考驗他 他可不可以從一個敗選之後 他變成中央部會的首長 然後可以展現這樣的氣度 回過頭來協助地方的盧秀燕 幫他完成台中市民現在最需要的 可能是捷運 這樣的一個大的公共運輸 而三首縣就是台中 他現在的財力跟資源 如果捷運優先完成了 之後可能還有多的財政 再來考慮 就是三首縣的整個規劃完成 要不然如果在這件事情 最後演變成是前後任市長的政治角力 我覺得台中市民也會看不下去 台中市民可能比較會譴責 會是林家榮 因為你畢竟待過台中市 那你現在好不容易 在交通部有這樣的資源 你不幫台中 然後還要跟現任市長作對 我就對他是不利的 滿吊詭的 就是以林家榮在敗選之後 他的角色跟民進黨 所希望展現的氛圍 理論上來說 民進黨的中央政府 應該不會對國民黨 所當選的地方政府 採取這麼決決的手法 但是這樣的一個爭議 不外乎幾種可能 第一個就是意氣之爭 就林家榮覺得心裡頭不舒服 這是我定的方案 你幹嘛要推翻我 所以我現在當了交通部長 我就一定要貫徹 這是第一種可能 第二種可能是專業的問題 就林家榮認為 這個大台中地區需要 可是盧秀燕認為 出資比例不符合 所以現在做這件事情划不來 而且剛才玉敏也講到了 我們現在看這個地圖怎麼看 我也看不懂說 這個大三首線到底對台中 有什麼樣具體的影響 第三個可能 是我最不願意猜測的 但是在我們過去從政裡頭 擔任過民意代表 我們看過這麼多地方政府 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其實盧秀燕應該去查一查 過去的大三首線地區 周邊的土地到底有沒有漲 有多少建商已經去佈局了 如果今天大三首線沒有蓋 損失最大的是誰 是台中市市民 還是現在已經去買好地 做好佈局 準備要推建案的建商了 我認為這才是一個關鍵問題 我想世間我們做過這麼多民意代表 這麼多年民意代表 其實所有的地方軌道建設 帶動的是什麼 帶動的是周邊土地的價格 跟帶動的是周邊的房價 所以我倒認為 盧秀燕在處理大三首線地區 這個對地區到底有沒有幫助的同時 不妨也去了解一下 看看原本規劃的大三首線 周邊的土地 有哪些建商已經去買地了 已經推案了 已經佈好局了 當時是怎麼會有這些想法的 這恐怕又是另外一篇文章可以做了 我就一支華為手機 你就華為手機 你現在還能連線嗎 我不能去工業院了 以後我們到哪裡還不能去 我覺得是這樣子 華為的產品在美國這幾年 被人家所限制 說被美國政府來做這個限制 他說資安就是國安問題 我先講一個故事 就在去年美國矽谷 有一家叫做Supermicron Supermicron來做 他做伺服器的 美國有一個知名的雜誌 叫Business Week 這是在美國非常重要的 一個商業週刊 他居然說 Supermicron的伺服器的 主機板上面有 中國間諜的晶片 他這麼寫 他寫了之後 因為這一家公司是提供 Amazon跟Apple 公司伺服器的主要供應廠商 所以這個消息一出來不得了了 大家說我們可能很多的 我們個資都被中國給hack去了 結果經過三個月 第三方公正組織的一個調查 宣布這完全是胡說八道 完全是一個假新聞 所以從這個地方 美國政府一再的去重申說 資安問題是國安問題 他在美國也大剌剌的禁止了 華為的一個產品 其實我覺得 美國只是要鞏固他 世界霸權的一個私心 其實華為的技術這幾年 真的是用非的來講 剛剛秀琳有講 所以我們現在跟著美國一起禁用 是有一種要向美方靠攏的意味嗎 還是美國要求我們這麼做 我覺得工研院有一點 他在附和美國 他也在討好民進黨政府 我覺得就這麼簡單 因為其實大家看得清楚 華為他現在 他的技術發展到什麼程度 他用台積電占百分之五 因為台積電現在最新的技術 叫7奈米 華為是最主要的用戶之一 這完全講的是技術性的東西 人家技術的發展 這跟政治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真的跟政治沒有關係嗎 介大使 我懷疑這個還是跟全世界 在美國領導下的 禁止華為的產品 是有聯繫關係的 我們是看美國禁 所以我們就跟著禁 因為美國現在不只是美國禁 美國他的很多盟邦都在禁 像歐洲也有個國家 日本都禁 加拿大都禁 都禁了 就是有禁到手機這個程度嗎 他基本上全面的禁 因為這次美中的貿易戰 基本上人家講本質就是科技戰 因為華為的5G的科技 事實上會讓大陸在整個IT方面 會超越整個美國長期 西方社會長期離島 這個IT產業的情況 這個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事 因為你知道西方國家 基本上他在國際社會上 這個領導權 基本上建立在科技的優勢上 而且是全面性科技又是 這是第一次 就是一個非西方國家 非西方集團的國家 他發展的自主發展的一個科技 會超越西方國家的科技 而且是關鍵科技 所以這個影響太大了 所以其實很多國際社會的看法 對這次美中的貿易戰 認為核心是科技戰 確實這裡面 現在美中在談判的很重要一個核心問題 就是有關科技的問題 不只在談美國已經採取行動 就是掌握5G 5G技術的華為這個公司 是主要的目標 所以不只是美國全面進 美國的盟邦也在進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候 我們也對華為做這樣子的一樣 這個舉動 不能不讓人家懷疑 是不是一個整體性的活動 不過我們必須要認識出輕一點 我常常就講我們認識 每個國家有權利做自己 對自己有利的事 可是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一直有一點我必須 因為我在貿易界服過 經貿界服過 我覺得我們要看數字 要記住 我們今天百分之的外銷市場 是中國大陸 更具體要注意的 我們的主要的 我們的貿易的入鈔的來源 出鈔的來源 我們賺的錢 是從中國大陸市場賺來的 國民黨最得意的 就是新北 台中跟高雄 就得到很大的勝利 所以他的支持者 或者他潛在的 或是一直是存在的對手 大家都在看 看你有沒有搞出一個名堂來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他不笨 他恐怕還比一般人來得機靈 所以我們這樣提醒他說 我們為你擔憂 他其實心裡說不必了 我當然知道 所以韓國瑜這次選得 那麼漂亮 那麼好看 讓民進黨十分的真的 傷到骨子裡頭 我覺得他最大的一個特點 就是充分的發揮著 所謂廟口文化 廟口文化 你們這些年輕的 也許都已經沒有看到 我小時候 這個是晚飯以後 廟口文化就是免費的 甚至是廉價的 一個臭熱鬧的 然後去看個半小時回來 就好好洗牙齒 好東西睡 你說廟口的什麼布袋戲 不是 我就不是布袋戲 它是基本上正在賣藥 它是在賣藥 但是它要賣藥 它一定要讓人 這個人群 要人進來 然後藥賣得出去就要賣 對 它的人如果不達到 一定的水準的話 它妙 藥沒有人賣 所以它一定要怕勒怕垢 蝦羅打鼓剛剛很聊天 快來看 看 不能看 少看一盤 輕輕鬆鬆鬆 人就多了 小孩子都急在前面 等到他真的要賣藥的時候 其實人都會走開 因為大部分都覺得 我不需要那個藥 還有很多人不相信 就是在地板上擺的那些藥 所以他要 他賣了 他開始前戲 這個前菜 就那麼多人來了以後 他又撐住 就是說他等到開始要 開始要收錢的時候 這些人不能散掉 這是要看本事 所以韓國瑜選舉的過程中 所謂愛情摩天倫 變成愛情的產業鏈 或者是說招商賠稅 或者是非常廉價的醫美 這些其實都是錢菜 他現在就說這些錢菜算不算數 如果算數的話 他就要把它轉變成 裡頭正式要賣藥的部分 我是有一點懷疑 這些東西要曬碼 要轉成正式的賣藥 或者是醫美的部分 他就看了一次高雄長庚 也沒有下文了 所以這些都很不容易 現在好像已經有一些見檢團 自己來了 把這些我認為都很不容易 我們當然希望他成功 連陳其邁都不敢說不希望 現在我們朝野有一種 很詭異的氣氛 就是政治就是零 經濟就是一百 那也是鬼扯 因為當你強調說 我們兩岸這些都可以擺下來 都可以不去談 那個就是很政治 那個怎麼是政治零 那個政治是很高的 大家不要互相 我跟你講習大大也在北京正在想 你們這些台灣人靠這一套 竟然還呼嚨得有那麼多的選票 竟然沒有政治通通搞經濟 竟然還要我來買你的東西 我還要放這個觀光客到台灣去 習大大說這還得了 這我有一天收復台灣的話 都來這一套的話 那我怎麼統治台灣 他剛剛聽你的妙口文化 他應該有點懂 他會進去 習大大也不會比韓國瑜笨 所以他現在他曉得這個要撐住 所以你看他的觀傳局局長 就這一套很厲害 他花樣真多 因為瓊瑤也來 誰都來 還有永豫愛河 天作之河 這一連串都有 這個就是要撐住的場面 但是韓國瑜知道 他一定要有煮菜 而且煮菜 這個短時間不會有效果 但是一年兩年大家總要說 你一定要有一個結果 其實不能等一兩年 因為我覺得國民黨 這個2020的選情 有一大部分是要看韓國瑜的 如果韓國瑜還算可以交代的話 國民黨這口氣可以一路言下去 如果韓國瑜到後來 到一年下來什麼都沒有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要比韓國瑜更緊張 所以他下去拜訪這些企業 我認為國劇 日月光 華邦店 據我了解 這三家公司的老闆一點都不利 這些公司如果你要看看他們的背景 他們的政治傾向 我都認為他們還算 那為什麼選錢都挺陳其邁的 這個就是剛才講的 這剛才他已經講了 因為 不得不低頭 因為民不與關鬥 民不與關鬥 所以他比如說他就一絲一絲 投資幾億也無商也無仿 所以這些我認為都是偏南的公司 所以韓國瑜還是從最簡單的入手 因為這個什麼鮑魚 魚翅在後面 所以他現在要去訪問這三家 其實有互盤的味道 互盤 互盤 要固盤也好 互盤也好 因為這三家都公開的 已經給陳其邁了 你總不能說陳其邁落選 我當選你們都跑掉了 都說不算 不算 就好像郭台銘在威斯康辛 所以用陳其邁綁住這三家公司 不是 你看郭台銘在威斯康辛 都有的時候說他要砍半 砍三分之一 鄭情不一樣 地方不配合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 郭台銘要來 所以韓國瑜當然要把這三家 已經答應的 算是陳其邁的 陳其的 他要互助 這還要走起來都要去寒暗 你承成這樣也要砍半 所以這三家不會那麼白白 他一定說我答應的一定有 不會少 還會加碼 而且再加一點讓你好看 我覺得都不排除 我覺得對韓國瑜最大的挑戰 就除了這三家以外 更像樣的 更大規模的 能不能因為你韓國瑜 這樣的市長而進來 因為平坦講這三家 所做的東西 DLAM還可以 什麼國劇 日夜光 他們其實他們的科技的層次 都沒有那麼高 都沒有那麼高 所以他如果能夠在這三家以外 找到以前對民進黨政府沒有承諾 而現在因為大家都看好 就進來了 而且那個規模 推薦幾個名牌讓他找家 而且規模更大 金額更多 那就是成功了 但是這些從答應 通過環評 通過什麼什麼 一路到真的有成績可看的話 恐怕要到第三年 這個恐怕都緩不積極 但是韓國瑜還是要做 因為不做不行 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要選舉 大家要說會當選 要做起床 要做起床 你看你選前答應的 承諾的 打得最熱鬧的 你現在就在承受 你當初把他搞得那麼熱鬧的後果 我認為韓國瑜是很辛苦的 而且我看韓國瑜的健康狀態 並不是百分百 我覺得他還是要稍微休息一下 不要老婆說 他在選舉期間那個感冒 可能還沒有完全元氣恢復 不是 他就要挑愛河 老婆說 所以你不是一天到晚 都在愛河裡頭 像這樣就不要Double愛河 你知道嗎 這個身體不好 最新的劇情就是監察院 昨天以7比4彈劾了管周明 原因是他在擔任國發會主委期間 寫了專欄 然後領了稿費 這一個彈劾的委員會 是由陳詩夢所主持的 看到陳詩夢大家大概就了解說 這一個彈劾所謂而來 他說監察院對管周明 擔任國發會主委期間 違反禁止兼職的規定 匿名為一週刊撰寫社論 月齡5萬三年獲利190萬 如果是偶一為之沒問題 但他是長期經常性的公稿 所以就依法彈劾 所以是因為他在一週刊 寫了一個專欄 然後認定這是公務員違法兼職 那管周明這邊第一時間的回應是說 他如果看到公文之後 還會再跟律師團討論如何回應 不過律師團之前都已經寫過 相關的訴狀給監察院 不知道監察院有沒有收到 監察院這一次彈劾管周明的理由 引用的是全序部的幾個函 包括了全序部的82025號函 告訴大家的是說公務員私下打零工 如果本職無設保密性 及專業技術性無損公務員尊嚴者 上非違反公務員服務法 第13條經營商業 即私下打零工 這算不算私下打零工 另外這個全序部 099-3185-240號函說 公務員如果擔任電視或廣播電台的 節目主持人 性質應該屬於非常態 且未知心者違憲 這個就是俗說的彭文正條款 他擔任常態性的節目主持人 這到底算不算是兼職 彭文正因為同時擔任 政論節目主持人跟台大的新聞所教授 教育部因此訂出的彭文正條款 說要非常態 未知心 他是常態 所以他當時被認定為是兼職 全序部第1553441號函說 公務員在參加電視節目演出 就是一般上通告 業餘性質 而無金錢報酬之給付 不妨礙本職之工作 非違反不得兼職之規定 所以公務員參加電視節目的演出 要業餘性質 而且要沒有薪酬的報酬 才能夠算不是兼職 其實這整件事情到底寫稿 寫專欄這件事情 有沒有違反公務員不得兼職的規定 曾經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有過一個解釋 這是全序部去含要求大法官會議解釋 大法官會議應該就是 已經是最高最高最高的法令解釋機構 應該不會有人比他還要高了 監察院應該也沒辦法超越司法院的大法官會議 這個大法官會議解釋說 公務員不得兼職新聞紙類雜誌類的編輯人 發行人 社長 經理 記者及其他的職員 至於報社特邀專欄撰稿 如果不設職務之事我尚無禁止 所以沒有禁止專欄的撰稿 但是監察院在提到說 管中明是違法兼職的時候 並沒有參考大法官的這一個解釋 所以這整件事情是不是所謂的 四大佬之怒的後續 這個後續在蔡英文總統說 我沒有同意管中明上任 是葉俊榮自己偷跑之後 監察院就做了彈劾的決議 這中間是有政治劇本的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 就是說首先就全序部的這幾個解釋 你可以清楚的看得出來 就這個事情本身 管中明他其實毫無違法的事實 他也不是去一周刊 就是他不是去媒體上班 專門的撰稿 他基本上就是投稿 可能媒體給他稿費的方式 比較優渥 但是他並不是在那邊兼職 更何況已經有寫了 如果你是投稿的話 根本就是跟你的 反正他就是沒有違法的行為 好 那簡單講回來 這其實一模一樣的 跟他要去出任台大校長 他的整個的領選的過程 他的資格其實是完全合法 合乎規定的 他也沒有任何的問題 為什麼他一年多沒有辦法上任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很簡單 就是綠營有很多人 把拿到政權了之後 包括像台大這種與政治無涉的 最高學術機關 他都要把它當作是 好像個人的私產或者是禁聯 所以在民進黨內或綠營內部 類似像李遠哲這種 自詩為學術上面的大佬 老大龍頭 所有全台灣都要聽他的 中研院的院長也要他指定 台大校長也必須是他的人 怎麼可以是一個跟他 不同政治色彩的人 來當台大校長呢 所以開始私設刑堂 一路獵巫 一路追殺管中民 一路黨管 到今天的監察院的做法 也是一模一樣 讓全台灣的人都看不下去了 可是我覺得很悲哀 民進黨內部的人跟隨起舞 喊打喊殺 換了幾個教育部長 最後在民進黨徹底崩盤敗選之後 在清理戰場的這樣子的一個檔口 葉俊榮終於讓管中民上任了 就像他們終於把吳英明換掉一樣 可是四大佬依舊不爽 人就很怒 當時叫你們換管嗎 當教育部長你們不換 黨管黨的不力 然後現在又讓這個根本選不上 總統的蔡英文無法連任的蔡英文 還想繼續連任 還讓管中民莫名其妙的上任了 所以四大佬他毫不忌諱 出來就講了 訓了總統一頓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悲哀 這些人毫無民主素養 毫無法治素養 而且他好像覺得他講什麼都是對的 他講什麼都是天條 我們所有人通通都要膜拜 通通都要跟詢 也不把民選的總統蔡英文放在眼裡 之前已經受到羞辱了 今天還是如此自意而為 但我覺得很悲哀的是蔡英文 即便是如此 他還是要講 還要在後面畫舌天竹 來個這個真的是很多餘 我當時其實是真的是不知道 我真的是被葉俊榮給突襲了 我也說不可以這樣子做 很後悔沒有打電話阻止他 到今天他還要演這一齣戲 我真的是覺得太悲哀了 一個民選的總統 而且他當時是大贏對手300多萬票 可是他卻沒有足夠的政治能量 來處理黨內的這些東西 包括吳英寧 包括管忠敏 都不是在他的施政優先順序上面 更不是蔡英文主導的民進黨政府 想要開闢的戰場 但是他們都整個服怨黨被捲進去 而且在裡面簡直是陷入18層地獄 無法翻身 今天又來了 我覺得怎麼會有一個政府 被一群莫名其妙的人 挾持致詞 那他們卻不能夠 迎面的去面對他們 那民進黨只要有一天不管誰 從以前的陳水扁到今天蔡英文 我更不要講他們黨內其他的人了 沒有一個有辦法來面對這一群莫名其妙的人 這怎麼是民主獨流啊 就跟剛剛講的三立是一模一樣的 這是什麼水準 這是什麼內容 三立的肉不讀就算了 這些都是 堂堂還得了諾貝爾獎 所以那當然因為他不是諾貝爾民主獎 也不是諾貝爾和平獎 也不是諾貝爾法律獎 他的專業化學可能很厲害 但是其他的教改被他改了一塌糊塗 他根本就已經是變成台灣教改的罪人了 如今卻還是如此傲慢 不過我稍微補充一下 我對韓國瑜一點都不擔心 也一點都不需要緊張 從他選舉不可能選上 他的命就很好 就有逆爭上緣 民進黨就不知道為什麼 吃錯了什麼藥 你請用了胡願講最新的話 對 就逆爭上緣 真的是這樣 他就不 民進黨就集體不知道吃錯什麼藥 只要遇到韓國瑜的時候 就出來亂罵一通 然後就越罵越紅 你想想看 如果沒有邱映營 怎麼有今天的韓國瑜呢 所以今天這一群民進黨 然後什麼三立電視台 是一樣 他如果說認真問政 未來馬上要登場的 這些民進黨的市議員 想要紅最好的方法 就是搭上韓國瑜 要不然就當韓國瑜朋友 要不然就當韓國瑜敵人 就這麼簡單 但是問題是說 他們這麼瞎搞 我覺得就更不需要擔心韓國瑜 大佬要煩了100天 他們這些人質感也不會提升 就是說他們亂韓國瑜 鬧韓國瑜的質感也就是這樣 也就只能這樣 也就一直會這樣 他這樣子下去 那韓國瑜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就是每天都高枕無憂 而且剛剛講到他太太 韓國瑜還出來講 他那一天坐車也不敢坐公務車 他帶去的禮物 也是他們自己掏腰包 去跟契約熱捐來的 也沒有用一毛錢的公務預算 所以韓國瑜不是素人 我說實在 他也不是柯文哲 跟柯文哲他老婆 他太太也不是素人 他們曾經都有政治歷練過 其實他政治Sense是非常清楚 他也很清楚說 大家會拿放大鏡顯微鏡去檢視他 所以我是一點都不擔心 更何況這些人的放大鏡 跟那個顯微鏡都過期 都有歪掉 那個聚焦都不准 亂照一通 所以就變了 我覺得他們這些人真的是 我這麼認真的輔選 都不如他們 他們的輔選 比我去輔選有利多了 我到選舉後期 我就有這樣的覺悟 李哥現在就開始推卸責任 字幕志愿者 李哥 成立 聯